记者王骏忠台南报道,位于市区的台南大舞厅与同栋建屋内建府城KTV,开业后治安事件频传,今年以来有客人在包厢集体吸毒,酒客长大全假,更有少女跳楼,严重影响治安。 今上午四分局警方结合市府相关部门,第三方警政单位,对建屋部分违章建筑强制拆除,过程顺利。 今上午,南市公务局会同市警局针对台南大舞厅,及金府城KTV等二处违建进行部分拆除,针对其擅自建造车道出入口,西侧二三楼室外楼梯,东侧金府城KTV出入口增设相关构造物等。 市府之前先发含要求业者在期限内改善,经限期届满仍未改善,今天依建筑法相关规定认定为违章建筑拆除,执行过程中业者全程在场,顺利完成拆除作业。 台南大舞厅及金府城KTV均位于市区中华西路与民权路口同一栋大楼内,开业以来治安事件频传,107年迄今发生过包厢内客连集体吸毒开毒爬,店内常上演酒客打群架,少年也涉足店内参与群殴,三月间还有少女跳楼, 衍生出各种犯罪行为,严重影响附近民众生活安全及男士治安,警方表示,在代理市长李孟雁与市府各相关单位支持下,市警局以第三方警政方式,报警市府列入联合集查对象,联合集查期间,先后查获集体适用第三级毒品7人,除以罚款即14万元,查获聚众斗欧案两件8人, 全数移送台南的检署与台南地院少年法庭侦办,审理,以社会秩序维护法财处店家罚款共2万1千元,以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财处店家罚款共6万元, 另有一件宋市府财罚中连检时段在该店查获通缉犯两人,寻货失踪人口两人及清查治安顾虑人口95人,并于周遭附近执行交通机查, 针对恶性违规闯红灯,无照驾驶,逆向行驶,改装车辆等违规行为,寄出282张罚单, 此段期间台南大舞厅及金府城KTV未在发生重大剧重斗凹事件。